梅雷先生一名刚出生三个小时的小女婴在保温箱里面突然没有呼吸心跳 诊所护士发现之后立刻跟医生将她送往医院去 不过经过急救还是宣告不知 由于小女婴的背部脚这边都有脱皮的状况 红肿的相当严重而且都有灼伤 家属质疑说女婴是不是在保温箱里面活活被烤死了 诊所护士抱着女婴快步冲进急诊室 医生也立刻为婴儿插管急救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 女婴还是宣告不治 医生还发现女婴的背部竟然有类似着伤脱皮的状况 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脚跟那个地方 会看到有一点这个脱皮 背后是可以看到有一片 也是有一片脱皮这个现象 疑似着伤的女婴是前一天凌晨4点45分出生 医生接生之后由护士帮新生儿穿尿布和纱布衣 以养躺的方式放在保温箱内休息 没想到7点钟左右 护士发现婴儿脸部发黑 赶紧找来医师为女婴急救 家属质疑 女婴是在保温箱内被活活烤死 医师强调 保温箱的设定最高温度是摄氏37度 一般设定为30度 皮肤上疑似着伤脱皮的症状 应该是急救时拍打所造成 女婴的父母亲悲伤不已 他们质疑妇科有医疗疏 保温箱操作不当 目前检察官和法医已经查扣相关证物 离心女婴的死因